小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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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醒了 小洋 你可真是嚇死媽媽了 你要是有個什麼三張兩端的 你說媽媽可怎麼活呀 媽 對不起啊讓你擔心了 我這不是好了嗎 小洋 你好好養傷 其他事情不用擔心 有我在 阿易 我想跟您說兩句話 方便嗎 阿易 阿易 難道您還忍心看小洋在這麼下去嗎 她和周舒銘已經不可能在正常地生活了 她和周舒銘已經不可能在正常地生活了 好 何少用 這個時候你還有心情談這些 你是不是也太沒有責任感了 阿易我是真心愛小洋的這個你知道 當時您拒絕我我沒有怪您 所以我努力的工作我有了今天的成就 我現在已經有了讓小洋過上好生活的資本了 您就成全我吧 何先生 阿易 請叫我少用 何先生 不管以前的事怎麼樣 它畢竟過去了 小洋現在已經結婚了 你們兩個已經不可能了 所以 請你不要再說這種話 阿易 阿易 你不覺得 你有點趁人之味嗎 阿易 真的 說實話當年您拒絕我 我真的沒有怪你 你肯定希望小洋嫁給一個 嫁給一個有能力的老公 我也是一樣的 可是現在我有能力了 我有能力讓小洋過上一個有保障的生活 最重要的是 我要和小洋生活在一起 我會好好地愛她 我會好好地照顧她一輩子 難道您還看不出我的真心嗎 我現在心裡很亂 我不知道怎麼面對你 面對以後的生活 何先生 謝謝你對小洋好 謝謝你救了小洋的命 作為小洋的媽媽 我謝謝你 下輩子我做牛做馬我報答你 但是小洋現在的事情 請你以後不要再難為她了 阿易 周舒銘是怎麼對小洋的 她連小洋懷孕了她都不知道 這種男人她是個男人嗎 她是不可能給小洋幸福的 這是他們的家務事 請你以後不要再嘗和了 你們不能再這樣傷害小洋了 小洋 當我看見你躺在病床上時 我好想過來抱抱你 可是我突然發覺 我根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 在你最需要幫助的時候 是何少用為你請來了最好的一生 而我第一次在生命中感到了一種無理 不 這說明了 你必須讓自己冷靜下來 你必須為蘇小洋做些事 我們會把這個難關堵過去 我們會 你怎麼能不能夠 五萬塊錢 這只是助言押金 按照病人這個狀況 五萬估計還遠遠不夠 你怎麼會收五萬塊錢呢 你們用的是什麼用啊 你們用的什麼設備 你們為什麼要五萬塊錢 我作为消费者我想知道 先生 这是我们医院的规定 我们不会乱收费的 麻烦您冷静一下好吗 我没法冷静 我没法冷静 你让我怎么冷静 你随随便便 把这五万块钱填单子上 我就要付五万块钱吗 我我我当然要知道 我为什么要付这五万块钱 这样吧 先生 如果你对我们收费 有疑虑的话 麻烦您偏着等一下 我们后面还有病人 我没有时间 刷我的卡 小鸭还躺在病床上 你知不知道 快点 阿姨 小鸭怎么样了 小鸭 何先生 该说的我们已经都说了 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小鸭 阿姨 我也是想 我是希望小鸭能好 那个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您就开口 叫我 謝謝 谢谢 你别误会 这钱我是为小亚付的 跟你没关系 钱我一分不差都还给你 你拿什么还 对了 我忘了你可以像躲着戒 其实我挺佩服你的 我一直认为高级的小白脸 靠的不是脸蛋 拼的是知识和见解 冒充所谓的精神导师欺骗女人 使她们盲目地崇拜 因此不劳而获 你特别有这个潜质 我杀了你什么 你相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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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你 慢点 慢点 你一不着急再摔一下 我都担死心了 你说也不知道小亚怎么样了 不是 不是跟你说了已经脱离危险了 你担什么心啊 不是 不是 妈 我跟你说啊 进去以后 绝不能说孩子的事 听见了没有 我 一旦刺激了他 才出别的事的 那就麻烦了 我连从事那都没见一眼 你说这小明 他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啊 不是 你干吗呢 你干吗呢 咱来的时候不是说好了不闹吗 你来了以后你这样 你是劝人家呢 还是劝你 不闹 说什么了 走 这边 这边 走 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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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奶奶担心死我 怎么样了 你可担心死我了 你应该去问问您的好孙子 都是被您家害的 不是 妈 老苏 小雅是我们的儿媳妇 我们怎么可能害她呢 咱有话好好说 别 别太着急了 好吧 小艾头妈 您哪 就别发这么大火了 你说你发这么大火 也解决不了问题不是啊 这个事啊 就得等小明来 把事说清楚了 他们呢 不是刚结婚哪 咱们当老的啊 总得希望他们俩 把日子过得好啊 你啊 还得给小明一个机会 就是你得让他解释的机会 你得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 对不对 咱们总不能希望他们离婚吧 那么多人都看见了 难道还等假吗 况且孩子没了 那是真的 看着装唇编 你这脸怎么了 你先甭管去看着装唇编 没来呢 你找点事啊 我有急事啊 给他打电话啊 你你你你把你电话给我 你电话呢 我电话没了 快点 多可说了 只要咱们的合作细节定下来 你们公司就加大广告投资力度 小姐说的话一定不会不算数 不过我作为她父亲派来的 不但要对老板负责 也要对小姐负责 是 所以 有些事情我问问是应该的 是是是 对不起 喂 庄总 我周淑铭 你你在哪儿啊 我在外面谈事呢 怎么了 我有急事 你说 咱昨晚不是一块喝酒吗 然后你们先走了 然后我就喝多了 躲儿扶我出来了 结果被我老婆看见了 我老婆一气之下就往外跑 一跑就被车给撞了 出车祸了 严重吗 人没什么事 但是她现在不肯相信我 我希望你过来帮我解释一下 不严重就行 那你今天在医院守着 不是 或是 我现在陪她没有用 她不相信我 她也不理我 你能不能过来帮我跟她解释一下 你怎么回事啊 我跟你说 你这家事再大也是小事 我这公司十几口的人呢 再小也是大事 我已经让你在医院守着就不错了 咱今天跟红豹签订合约 你作为核心人物 你不到场已经可以了 我这儿现在没别的事 就这事最重要 你能现在过来吗 周淑敏 你得端正态度啊 真逗了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那谁没个事啊 那公司要都像你这样 还干不干事了 干惯我电话 有什么事别着急呢 小雅怎么了 他们还是出专题了 言辞很激烈 我早上看了微博和几个网站 全部都转载了这篇文章 现在舆论对我们酒店很不利 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了 得寸进尺 进 小雅总 出事了 说 劳动局那边刚打了电话 说让咱们务必处理好 新店的劳务救风问题 劳动局那边刚打了电话 这次劳动局也介入了 谁冲得这么快啊 是啊 这次劳动局 介入这么快 事情肯定没有这么简单 我也觉得这事有问题 会不会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进来 何总 刚才服务台打来电话 说门口有工人在闹事 已经把酒店门口堵住了 不准人进出 而且 观看的人特别多 不要吵 不要吵 后退后退 后退 后退 大家后退 报警了没有 报了 警察马上就来 但是警察说了 这事还得咱们协商解决 请大家不要吵了 静一静 大家静一静 又是何少爷 又是他 我发现咱俩真是同性相连 连情敌都是同一个人 不是 你也是 小鸭怀孕了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是她老公你不知道 你说你对 你说你对小鸭都不自信 我还得再说你的事 你是不是结婚了 你一个结婚的人 没事老跟 老跟短混在一起干什么玩意 对啊 那种场合是个女的 都得发疯 看着自己老公 被另外一个女的夸着 人家同学都在那 人家要不要脸 你这会儿别再埋怨我了行不行啊 怎么解决啊 这个事情 你先跟我一块去呗 咱俩先去劝劝她 你说话她也听 我还可以去劝劝她 那不行的话 我一会儿给琳娜打个电话 我们俩一起去劝劝她 行 这主意好 但是我告诉你 谁劝都不保证 说一定能劝好 这女人的心思 就像一杯牛奶似 你看着她又白又纯呢 是伸了去了 这时间长了很容易变质 变质了就不能喝 她致癌了 你干什么 电话电话 打呀赶紧 电话在你那呢 干 prove specified 小小姐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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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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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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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老牛 怎么了 琳娜 是这样的 小雅呀和树明 有点误会 然后小雅一生气呢 就跑着被车给撞了 现在住院了 什么 怎么会这样啊 行 我知道了 我会尽快赶过去的 对了 你跟树明说 她那篇稿子真的把我害死了 现在工人们都在酒店门口闹事呢 都是她煽风点火惹的祸 琳娜 我觉得是这样啊 有些事呢 做好自己的本分就行了 是不是 毕竟是个误会呗 也不能因为这事就影响感情 你说呢 行了行了 挂了 忙着呢 肃小雅 要不是为了邵勇 我真的这辈子都不想搭理你 但是为了邵勇 我又得再学一次雷锋 再帮你一次 怎么说怎么说 怎么说怎么 你说你写那个稿子 把人 何少勇给逼急了 我把他逼急了怎么了 我写的不对吗 我不是因为针对他何少勇 他 他要是别人的话 我也会这样 他他为什么不关心热热兄弟 你别激动 我说的是 你把丽娜夹在中间 你说人丽娜多难受 他难 他难受他去不去啊 去 那就行 他有用 那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呢 他会不会回来啊 我就说咱俩先过去 过去以后 他 他 他不能安静 安静他会胡思乱想一想 我知道我知道 你别着急 是不是 原不原谅你是人家的事 咱们该去还得去 行了吧 走 走 你们要出去吗 我要去医院 我陪你去吧 你别再跟着果乱了行吗 你就让我陪你去吧 你去干什么呢 你觉得现在事情 还不够乱吗 我早就跟你说过 你有你的生活 我有我的生活 咱们别混在一起 现在整件事情 弄得乱七八糟的 你 你到底要怎么样呢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我爱你 你 我哪值得你爱 你告诉我啊 我哪值得你爱 我什么值得你爱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你爱我什么 我敢 书鸣 要不你别去了 书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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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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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一下 安静一下 安静一下啊 谁这是负责人呢 我是 林沫红嘴 警察同志 请你把他们请走 他们严重影响我的生意 请走 怎么请走啊 他们犯法了 没有 对吧 没犯法 我们也没有理由带人走啊 我们亚勇酒店 可是纳税的大户 难道你就认他们 在这里胡作非为啊 您说话这意思 就是谁有钱 我们就听谁的是吧 你怎么这么说话 我怎么说话 不用您来教我 我告诉你 我们到这儿来 不是来给你做打手的 我们是为了阻止事态的扩大化 明白吗 这件事情只有一个解决方式 就是跟他们坐下来和谈 明白吗 要不这样吧 何总 咱们先回去 回头呢 我来跟他们代表谈谈 好吧 尽快解决 免得影响到酒店的形象 好 我知道了 丽娜呢 好 接电话去了 把她叫来 是 关系到酒店的形象 好 大家都冷静一下 是机会解决的啊 冷静一下 大家冷静一下啊 怎么会是这样 小明她不是这样人哪 她绝对也不是这样人哪 我怎么着我也不相信 小明她是这样 小耀 你告诉奶奶 这是真的吗 不行 必须先给我们结算工资 我们干了半年了 不能拿不到钱就这么算了 可是我们之间 并没有劳务关系 你们也不能不讲理吧 是不是 这我们不管 我们就是给你们酒店干活的 要不是你们这儿不对 那儿不对的 活我们早干完了 钱也早拿到手了 老板也不会跑路了 就是 是你们逼着老板跑路的 才干了我们这样的 对吧 我告诉你们 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对 没完 肯定不行 你们老板太不值钱了 在她眼里 我们的病太不值钱了吧 就是 这事没完 好了好了 大家都不要吵 这样吵下去啊 也没有一个结果 要不这样啊 推选两名代表 我们再好好协商 好不好 什么 他们居然让周淑明 做他们的代表 是啊 他们说他们只相信周淑明 也觉得只有周淑明 才能保证他们讨回公道 周淑明真是阴魂不散 所以何总 我们还是跟他们谈吧 不然他们天天像今天这样 躲在门口到 其他媒体马上就跟着报道了 到时候我们都没办法收手了 到那时候的损失 也是没法估量的呀 所以 琳娜 你怎么看 我同意李总的意见 这事不能再拖了 否则对我们酒店很不利 行啊 人家也是好心 好心总是做错事 而且我觉得他有的时候 真的太幼稚了 你你你你不能 这严重影响到了我的家庭生活 我 这我明白 这张好比故宫里的宝贝 谁都喜欢 但你不能占为己有啊 是不是 想不想 行动不行动 我倒也不是什么宝贝 我也知道 对人家那样是不太好 我也有点失态 可是我太乱了 你知不知道小鸭差点没命了 因为这事 而且还刚刚失去了我们的孩子 我轰轰烈烈给人家那些承诺 都没有兑现 说要给人家幸福 给人家什么了 而且他早就知道 他自己怀孕了 有几次想了 跟我说我都给打断了 我怎么这么粗心呢 现在我要事业没事业 要钱没钱 我真的 真的实在是太粗心了 小马叔明 你既然觉得小鸭好 那你就要真心亮的感觉 一会解释清楚 别乱 对了 咱不能空手去吧 我们在前面找一个花店吧 好 好 喂 你好 何总出去了 对 你说的情况我会及时跟何总请示的 行 拜拜 小婉 何总呢 她出去了 出去了 上哪儿去了 没说 她就说今天所有的活动都取消了 好 难道上医院去了 啊 什么 没事 你忙 好 晓晓怎么说了吗 真不知道还怎么说 当初大人你的成果都没有兑现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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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想了 有时候见了面 自然而然就知道该怎么说了 你精神点 好 好 周总 周淑明跟你在一起吗 你让他接个电话 你等一下啊 周总 淑明啊 看舞蹬出来吧 反响很大 我刚接到有关部门的电话 说他们已经介入这件事情了 而且肯定了我们的报道 希望我们能够继续跟进 那就好 是这样的 工人们早上 已经去亚营酒店抗议了 在劳动急着介入下 双方开始谈判 工人们希望你作为代表 替他们谈判 你现在晚上去酒店 好吧 庄总 我妻子现在在医院 她出事了 我现在要去医院看她 我现在 脑子里面装不下别的事情 我理解 我真的很理解 可是 工人们怎么办 这事是你捅出去的啊 你不为他们去争取权益 你谁去啊 我理解你 我也非常理解你 但你现在能不能 马上来中心医院 跟我妻子解释清楚 周淑明 你老婆不是没事了吗 那工人怎么办啊 这事你已经报道出来了 你就得跟进 你得讲点职业道德 我恳求你了 我告诉你啊 苏妍 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想好了 如何跟苏小夏解释 后院都起火了 你别再去成英雄了 我听说 我听说 那工人的事 我也不能干一半就不管了 你能不能不较劲啊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这么做累不累 累 但我得做 这个社会 不缺写字的人 缺点能行动的人 好 阿姨 小雅 你好点吗 这位是 我是小雅的大学同学 这回要不是她 小雅都差点没命了 你就是那个酒店的老板 我和小雅在大学的时候 谈过恋爱 咱回去吧 咱回去吧 为什么 你说你拉着个脸给谁看 人知道的呀 是你来看媳妇的 不知道她以为你来上坟来了呢 你有病吗你 那怎么着 我跳着烟根进去啊 你这话说 小雅现在是不是比你难受 是不是心里面比你难受 这生活就像一面镜 你冲她笑 她就冲你笑 你冲她哭她就冲你哭 你冲她哭她就冲你哭 哭你妹也哭 大早上起来 你又犯驴踢病了是吧 对 你看我被驴踢过吧 我还能笑出来 你这没被驴踢过 她就笑不出来啊 早就服了你 我笑你 你 我去 你怎么说 我我乱点了 你不是的我 你还会有要 我乱点了 我乱点了 你这么说 我乱点了 我乱点了 你不乱点了 吴孝子 大蕾 您别收集 昨天晚上 我在应酬 多喝了点酒 扶我出来的那种女孩子 是合作坊 正好被小牙碰到的 我应酬那么多年 从来没把女客户 应酬到怀里过 请你出去 我心里没鬼怕我说你啊 这是我们家自己的事 跟你没关系吧 何老板 你一定很忙吧 这儿啊 是我们家孩子 他们的事 与谁都没关系 您请回吧 是的 你先走吧 你好好休息 阿姨 我先走了 对了 周淑铭 听说工人找你当谈判代表 我等你 等时候见 淑铭 要不我先回去了 你好好跟小雅解释一下 我先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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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好跟小雅解释一下 小雅 正在晚上 我们的总监也在 我给她打过电话 待会儿她会过来帮我解释清楚 事情 真的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小雅呀 听奶奶的 人这一辈子很长很长啊 哪有不闹矛盾的夫妻啊 是不是 只要小明把这件事解释清楚 小雅 那么点 奶奶回去 回去给你包个汤 补补身子 这儿啊就叫小明陪你 小雅她妈 咱们回去吧 她问 小明 你要好好给小雅解释 是 太过分了 真是太过分了 我们少勇这些年 为慈善事业做了这么多贡献 这些互联小报 还要这样诋毁她 阿姨 您知道这是谁写的吗 谁 苏小雅的老公 你说什么 这个人叫周淑明 她就是苏小雅的老公 这个苏小雅 简直太坏了 当年她那么对不起邵勇 害得邵勇想自杀 现在竟然还这么针对邵勇 阿姨 其实有一件事情 我也不敢告诉你 我怕说了您会更生气 你说 昨晚 邵勇跟苏小雅在一起 结果被周淑明给打了 你说什么 邵勇被打了 打得严重吗 阿姨阿姨 您先坐下 没事 邵勇没事 您先坐下 听我妈妈跟您说 对不起 对不起 那个女孩子叫多儿 我跟她 真不想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我知道 我现在解释不清楚 我给我们杂志社的初遍 打过电话了 待会儿 她会过来帮我解释 淑明 淑明 对不起 我没有怪你 我只是怪不了 我自己心中的这个坎儿 一个生命 因为我的过失而离开了 你让我自己安静一会儿吧 对不起 对不起 庄总 谢谢啊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杂志社的庄总 你好 小雅 这事都怪我 昨天要不如有事先走 就什么事都没了 你误会周淑明了 小雅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昨天呢 本来周淑明是不愿意去的 可是她是我们那个活动小组的 核心成员 是我逼着她去的 结果她就多喝了点 就发生了你昨天看到的那一步 说明还是爱你的 你看 她逼着我来跟你解释 都跟我翻脸了 你要不相信 你可以去我们昨天的卡拉OK 你问问 我们昨天到底几个人在哪个房间 这个是做不了假的 你看 你看 事情已经说清楚了 我也是女人 我相信你没有那么小心眼 好了 好了以后 你跟淑明好好过日子 她要是敢欺负你 你告诉我 我收拾她吗 好吗 谢谢你啊 我想睡一会儿 好 那我走了 出去啊 出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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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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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